哈囉 大家好 我是媽咪的小記者 孟潔 今天是我在家工作的第三個禮拜 然後從這個疫情到現在 應該很多人都在家工作的吧 所以這次我就 就藉著這次機會呢 讓大家來看一下我在家是怎麼工作的 好 那現在我工作的地方 其實就是我自己的房間 小房間 桌子的話就是我的梳妝桌 對 就順便來跟大家聊聊 就是在家工作的好處或壞處好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的在家工作其實也蠻棒的 大家不覺得嗎 因為我就是從 我在 我上班的話就是從桃園到台北通勤 然後通勤的話就是花一段時間 可是如果我在家的話就是 想幾點起來就幾點起來 然後做完事就可以下班了 沒錯 然後就少了那個通勤的時間 就多了比較多自己可以運動的時間啦 對 然後在家工作做的就是感覺比較輕鬆 然後就比較沒有上班的感覺 所以其實下班就也不會覺得那麼累 那我現在就先來 做一下我的新聞 在家裡蠻輕鬆的 可是 其實蠻容易想睡覺 就是很想要 就是很容易想偷懶 在公司的話其實你也很難偷懶 就很難畢竟大家都在看 但是呢 在家就是沒有人觀念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而且 跟你們講我的床就在旁邊 其實就是 有時候就做一做無聊然後就上去躺一下 做一做無聊就上去躺一下這樣 OK 我現在工作做到一個段落 然後 剛剛就有說到 因為在家工作做了蠻多自己的時間 對所以 又有時候工作做一做 想要起身 休息一下 然後就到 在家裡東翻西翻 那你們知道我翻到什麼東西嗎 我現在來去拿給你們看 就是翻到我一堆 小時候買的光碟 那現在應該 很久沒有聽CD了吧 我也是 所以呢 現在應該也很爽的是買專輯了吧 然後 我小時候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以前要就有這麼多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來看好了 兩個 SHE的 SUPERSTAR 跟 美麗星世界 超懷念的 我記得這個應該是我 我小時候買的吧 然後 接下來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微笑PASTA 欸 欸 這個就這樣 我記得那時候也超級愛看微笑PASTA 然後 就是長大之後 後來才發現 其實他們裡面有很多劇情都超不合理的 接下來 喔 蔡依林 我跟你講蔡依林我有 好像有兩個吧 這邊 五娘跟花蝴蝶 花蝴蝶 我記得那時候我還去預購 然後我還買了兩個 因為我記得花蝴蝶那時候 就是 兩張專輯然後 會割送一件衣服 然後現在那件衣服我媽還在穿 這時候真的超愛蔡依林的 現在也很愛 接下來 張小孩 這張就是那個隱形的翅膀那張 欸你看 又有一張CV無間 大家還記得那個嗎 又有一首歌 香水百合 我唱的 小時候唱在香水百合的 香水百合 我提醒他 黑色 接下來我最多的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羅智翔的專輯 我看一下有沒有一二代 五 看還有他的簽名欸 但是因為我錢不夠多 所以沒辦法買到三張 還知道五張包包那種 我這個也有簽名 你看這個也有簽名 而且其實就是蠻特別的事情 你看小時候 然後我現在小時候醉了這些我想 然後我現在自己是做 那個 娛樂記者 然後 都有親眼見過他們 我這想好像 好像還沒有機會 對 但是 就覺得蠻特別的 好 接下來 Sweetie 大家應該知道吧 前陣子就是 喬喬他們 喬喬跟爺爺他們還有一起 出影片什麼的 那時候真的是 回憶殺 小愛他們的櫻花草 連愛的櫻花草 小愛她們的櫻花草 你看 大家知道這是誰嗎 183客 大家有沒有買過他們的專輯 趕快信心 快整看妳的眼睛 趕快快出去 撐起來 終於注定是我看不清 妳愛我的發心 就像狂風暴雨明 第一朵話 現在應該小朋友 根本不知道 他沒有一起組過團體吧 小時候就是什麼都買 不過太極 你知道我小時候 超級超級超級愛他的歌 就是 他從那個快一點快一點 那時候我就超級愛他 快一點快一點 戀愛就是要冒險 用力去感覺 盡在花火 很快就不見 然後這個是 這應該是他拿後期的 給他那一張專輯 看我還有給他簽名 欸我怎麼忘記 我有去給他簽名 大家看到嗎 最後最後最後 我要來跟大家講這個 我唯一一張 團團的CD 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然後現在也是一位小記者 他叫婷軒 沒錯就是那時候 他比我買的 那張專輯應該 一千多塊錢不掉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時候有錢 然後 為了他然後去買 為了幫他們抽銷料 然後去買了那個專輯 然後我好像一次都沒聽過 但是我那個 就是我那時候 我知道他們 那時候我還被他逼著認所有的人 就是記所有的人名 然後我真的有記起來 現在就 現在還大概知道 好那我們這支影片 大概就到這邊囉 然後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分享你們之前喜歡過哪些偶像啊 或者是最近在家工作 我仿空的心得感想 還有 好處壞處什麼的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然後記得追蹤 完全人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